人生在世总是有些危险和这些梦想 好运用环博、华中、三班以及东安顶顶社区 配合小企严格为办理四名回国完忙刚才 邀请老师来到各社区的干部以及志工 製作四名故事尾本 再回去社区教育士大 让社区的中价透过製作尾本的东西 了解四名意义 完成要买完生的梦想 欢播、华中、三班以及东安顶顶社区的志工和干部 是全天来到华中社区上课 透过老师的基德 还是怎样製作这四名故事尾本 配合小企严格为 乎养环博、华中、三班 在办理这四名回国完忙刚才 透过老师的教育 带着那些社区中价 还是製作四名故事尾本 让社区中价就有製作尾本的东西 了解四名意义 完成要买完生的梦想 在社区的房市老人当中 我们发现老人 他有很多他很丰富的一个生活 一个故事 所以我们想说从老人家 他的生命当中 慢慢的把他们的经验 还是他们所经过的一个历史 值得纪念的还是有愉快的不愉快的 他都可以给我们精神上的一种鼓励 让年轻人他们知道过去他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在生命当中 生活当中他们所碰到的种种的事迹 能留下来让我们这个洗髓 可以向他们笑话 我们的阿公阿嬷 他们是非常打拼 阿公阿嬷那时 那时 那时 生化 生化方面 比较不太好 阿慢慢的 他们会觉得我过去 有什么事 想到去 不可以完成 我们赚这个机会来跟他 跟他啃谈 他慢慢的说出他的生命 他的期待 他想要圓的梦是什么 那是不是 就是经过我们社区 可以帮忙他 圆他的这个 圆他的梦 生命故事卫本 这做没困难 他会上评 问你 外图重点方向来完成 中部的就卫本 会后自己的相当里听 为来的建立自身和相助感 这个课程呢 我们已经有上了四次的课程 那从第一次开始 我们会设计 让长辈先去认识自己 然后可能你要自己设计表单 那然后再来我们可能就用照片的方式 让长辈他去回顾 比如说 儿时记忆啊 求学阶段啊 工作时期啊 然后婚姻生活啊 或者是他的退休生活 然后一直到最后面 我们再去帮长辈做 比如说 他有没有什么未完成的梦想啊 设计这些主题 去让长辈他自己的生命过程 去做回顾这样子 透过回顾的过程 去检视他自己 过去的一些遗憾啊 或者是执着点啊 或者是他可能对某一件事情 他可能没有办法走出 他自己心里的阴影 那我们期望透过这样子的回顾 让长辈他可以去了解到说 其实他过去的执着 过去的那些不愉快的经验 其实是人生必经的一个过程 下哭标识 生命过时未本 不能让中部在在这组当中 回顾过去 这组完成了 不能让出来的人看 了解到阿公阿嬷 扎你的心里 先为今天孙拍拼的开模 新中华新闻刷两千后行 彩虹报道 好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